我们大家就选择的呀对不对 对 对 因为你还是要砍我 我跟你说你的第一刀是他 就你 我就刀六好 他就不要 他刀我会挺招 我不会挺招 我还看我挺招 东西你们要喝的意 我就讲过 因为我喝的女巫 我想吃刀的人会赌你 本来我想扶三打 但是三名 他给了我这个手势 其实你们打了 我都说两年 打了半个小时就别砍三 我又可能把他泼了 我要砍七 我知道他是个神 所以我给他发精神 然后他说要砍三 我说三不自刀别砍 我说他是个神 砍了真的 他妈的很亏 我说砍三 你说别砍 我说砍六 他说别砍 我没砍到 我说砍七 对吧 我说砍六 他说别砍 结果砍到 不然还砍到三 我在劳定 你自己砍六 紫妍 你知道为什么不砍你吗 就是因为那种心言太差 我进不砍 三个人就乱死了 你真的进不砍 这个六的狗狗 姐姐 紫妍还是不错的 我的特色就在不回头一圈 现在能回头的 能回头 还能回头的 Uncle Uncle Long Uncle Long 已经有那么大 你也没想到 在这个刘二龙 N丑陆上面 能不能剪一样 刘二龙应该是死亡笔记 你是不是又要搞我 我验出来 是个脑袋 怎么又要搞我是吧 不是 你是狼 那我怎么不可能 报你精髓吧 那你为什么要搞我呢 因为我都说让我玩一会儿 我没搞你 我都说场上最扯的人 我都没说你 你没看全场都在看你吗 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 真你妈的 真的懒 真的懒 刚才他都坐在这个位置 我想先把四腿了 反正他把我比谁 这个牌肯定先砍八了 他在把你一眼玩什么呢 我差点把紫妍读了 没有 我是最后一郎 四跟十二 燕一杂一的 对啊 燕四推十二 燕四推十 肯定烟你的 肯定烟你的 那我位置也没打错 没位置 你当然没打错 你都打了 你打了 十一打了 你除了女部跟银水没打过 其他人都怀疑过了 都怀疑 我这时候我去抗空鞋 我抗空鞋 十一没在跑一跑 没有用 九哥要游戏不结束 还是你出 没有用的 我这边十一打 九哥十一 我太怕我 我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九哥十一里面是有一个跑 真体的 十一失了 你总得跑 十一被冤家九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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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妍 你跳白痴 想得一瞒 老人还义认为你是枪 你跳的白痴 你在变8的你不投票 你跳白痴 在变8了你不投票 这个他是她 你在变8的你不投票 听完你的 你是意识的白痴怎么可能 他这边先 他不是在变一的 白痴的 不好的 所以不投票 你是因为郎里 如果你们两个投票 你逼她狼狗 我说你第一句话 不是我没办法跟你 那全龟是一团 你九十了就要打 你国际傻了 他不自爆你随便龟 他不自爆你随便龟 不用试安定了就行了 他打好高发出烧 他把人取生就是这样的 他什么人 他打倒勾 我上你第一个打 你晚上就是要 十八次 十三个盘手 哎我说吧这个第三次 你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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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三跳白 所以你好人状态太高了 他人他跳白我说他是变 你说结尾好人状态太高了 你现在有人状态是恨你一下 就是好人 就是这样的 他知道我很猛 今天你姐也没牙状态 我没状态 就我一个人是没有状态 你也压了一点 你也压了一点 我压了一点 你没有那个跟我们说笑话 那个赖出来的好人 对对对 不过话说过来 话说过来 他胖里不乖 他那平民派 没有阿姨 他都不乖 不是唱歌是吧 来 唱歌了一句 喂你喂你 你跳白痴是上山兵 没有不是我 那谁啊 活了一句 我都打个一摇到 因为我怕不住有白痴 我跟你们 我跟你们啊 你跳白痴三个对人 我跟你说三十个白痴 我要跳白痴是我最能看 但是 你叫 我已经被看了 哎呀 开始吧 好天黑请闭眼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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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白痴自爆 白痴自爆 谁自爆 白痴自爆 谁自爆 好天黑请闭眼 无缘不白痴不记得 白痴自爆 但无缘不记得 无缘不记得 无缘不记得 我发现一发都没发现 我发现一发都没发现 他发现一发都不好 十二号 十二号 共八名玩家村力竞选 现在是五十二分 三号玩家请发言 想想看 我也不知道 打了半个小时就别砍三 我又可能把他剖了 我要砍七 我知道他是个神 所以我给他发精髓 然后他说要砍三 我说三不自刀别砍 我说他是个神 砍了真的 他妈的很亏 我说砍三 你说别砍 我说砍六 他说别砍 我说砍七 我说砍六 他说别砍 结果砍到不然还砍到三 我再拿对第一次砍六 你知道为什么不砍你吗 就是因为你砍太差 dance 姐姐 紫爷还是不错的 我的特色就带不回头 现在能回头的 还能回头 uncle uncle long 已经有那么大 你还后面就这样 刘阿龙n丑陆上面能不能剪一样 刘阿龙应该是死亡笔记 你是不是又要搞我 我验出来试傲障礼 你又要搞我是吗 不是你试傲障礼 我怎么不可能爆你精髓吧 那你为什么要搞我 因为我都说让我玩一会儿 我没考你 我都说场上最扯的人 我都没说你 你没看全场都在看你吗 四号玩家 四号玩家真你妈的 真的烂 真的烂 刚才他都坐在这个位置 我想先把四腿了 反正他把我比谁 哎 这个牌肯定先砍八了 他在把你一眼玩什么呢 我差点把子言读了 我是最后一郎四跟十二叶一杂一的 对啊 叶四推十二 叶四推十二 肯定叶你 肯定叶你 那我位置也没打错了 没位置 你当然没打错 你都打了 十一打了 你除了女部跟银水没打过 其他人都怀疑过了 都怀疑在那边 这时候我去考虑鞋 十一我考虑鞋了 十一没三毛一毛 没有用 九推掉游戏不结束还是你出 没有用的 十一啊 太怕我 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 九哥十一里面是有一个好 你真的有一个好 你现在是他 背约要九跑了 十一背约要九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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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太强了 子言 子言 你跳白诗 脚尽聊人还不厉害呢 你跳个白诗 你站边八的你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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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边八对方 明天就猫住你 好吗 所以我永远撩不倒霉 我只会垂女孩子 不会保女孩子 跟这个六号玩家一样 六号玩家是因为 天生长相的原因撩不到 我不一样 对吗 我是因为情商底 好吗 打打这十一吧 我觉得八挂身份吧 颈上表情很严肃 其他人不知道 我也有包袱的 虽然我不是偶像 对吗 因为我妈妈看着 我不希望打错人 让她失望 好吗 过啦 六号玩家请发言 阿姨能不能关下视频 如果你不能的话 就不知道你妈是用什么看的 就静音按钮 我接下来的三分钟发言 会攻击你儿子 你好我叫汪宝宝 和你儿子一家公司 好吗 十一我拿命保 刚才叫做这个舞出局太快了 好吧 他不自暴 我两个白痴都不归 先把你归了 我刚才也想过读你的 我觉得能吃领先也无所谓 对不对 他们肯定看愿家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其一呢 你说 你就盯着十一互动 我先跟你说一下 十一号玩家腿挺细的 我看到过 然后身高挺高的 同样的 你还没隆隆高 你就不要对 这种高的人就有太多的想法 这是第一 想法是可以有 亲起来也不方便 有可能要踮踮脚 这种椅子 这是第一 第二 你刚才说啥来着 只会抓着男人捶 男人对你也不会感兴趣 你说 刚刚当天的第三 说实话 我长相丑这一方面 我不知道你伯母 你应该知道 他没有 我已经结婚了 然后家有育儿 有一枚 对不对 和恩 虽然没你儿子优秀了 但小弟不才 已经结婚了 那么优秀的一个姑娘 你啊 有时间就劝劝他 少玩点狼人杀 多泡泡妹吧 要不然就努力赚点钱 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社会嘛 就是这个样子嘛 好不好 帮我跟你妈说声 I'm sorry 白天就请四号玩家出局吧 他刚才已经玩了很多时间了 好吗 钱是照样得付的 因为你是第一天被扛推出去 好不好 钱付一下 然后出去 好吗 别的也就不说了 好吗 十一号玩家 我拿命包 你说个狼先出我都行 好吗 这一局和身份无关 就是想搞四 我是一个什么我也不说了 对不对 身份太高 等会他们打不动我 我本来是想去打一打三号玩家的 但是因为四号玩家强烈的要跟我互动 记起了我上海小男人那一面 好吗 那我就打死你 好吗 哎呦 好 另外一个伯母 你没有 不好意思啊 刚才怠慢了和你的互动 子爷的妈妈你好 不在了是吗 滚吧 就这样过来 七号玩家请发言 嗯 没事 你们可以随便说 镜头对人九 可以的可以的 我妈现在不在直播间 我觉得 怎么说呢 八号像张 又是有话要说的牌 然后后志位 我觉得 哎 后志位剩 四张牌 四张牌 我觉得八可能要起跳了 又要跳了 这一也要跳 天哪 又是一八对跳嘛 我是个好人 不乱搞啊 那个 我觉得 三和六中间 可能会开狼 我觉得这两张牌 在锦上就尬了以后 没有点评任何一张牌 就是个六去点评了四 他说本来想点评这张三的 我因为他这句话说的是 发自内心的 你是上来 是想要点评这张三的 那我觉得三六可能开 一个好人一个狼 初步推测 过 八号玩家请发言 你现在没再看了是吧 那我就放开了 无所谓 保十一啊 为什么 我就好奇这个事情 其他啥都不好奇 你再告诉我 为什么保十一 聊清楚了 我认可了 我就把你保下来了 你保十一 我就保你 但是你先说服我 为什么能 为什么保十一 你说你是个狼 十一不在你狼队 你保十一 那我可以赞同 你是个好人 必演玩家 要么十一是你赢水 不对啊 一一你没这个命 连去拿两排女巫 这句话收回 好吧 这三号玩家 我发现说 这么能看一看 看什么看 没见过帅哥 你不是说 对女人感兴趣吗 对老子也感兴趣 那出去 我们俩好好谈一谈 好吗 还看 好人排 压压 压压状态 刚刚差一点就 那个抱脾气就出来了 十一再景象 十一又听不到发言 我怎么知道 你保的对来的不对呢 瞎之吧保 不对不对 我觉得王崇尔一定带身份 一定带身份 你这个人 从来没有瞎之八保人的 因为你一直反对 我们瞎之八保人 现在你突然之间 你自己去保个十一 哇塞 十一不是三号要追的妹子吗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和一母 母的已经是站了 公的只能一只 好吗 那我就 不是三号吧 法官我举报 六号直接可以点杀了 他已经无数次了 今天第一次 六号玩家 请告一次 莫达 啊 两次 哈哈 不要对话 好好好 不要对话 害我说了 不那这样吧 就是他下轮发言 全部打手势 不能发言 好吗 好下轮发言 手势发言 嗯 OK 好 我再问一下 刚刚我说话的时候 三号为什么能说话呢 哈哈 三号玩家请告一次 发言时间还有20秒 啊 20秒 还好是老子发言时间 哈哈哈哈 呃 预言家会是谁呢 哇 后面三张帕 有的变了 有的变了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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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拿什么东西干 不是 你要拿什么东西干我的精髓呢 我不知道你底牌什么东西 我认为六号玩家在井上的发言 我听不出他是好人还是狼人 但没有前几盘像好人那么赖 所以我不希望第一天 把六号玩家禁掉 我要听他发言的 你八号玩家禁了六 打打我精髓 什么道理啊 我不知道 你要干什么 井晖的一张十一吧 你们都不是对他非常有兴趣吗 你们不要有兴趣 我有兴趣就可以了 我来验出来他是什么东西 那到时候打他的人就表表水 其实挂上来说 我认为三四 三十五眼金 我认为四蛮好的 起来蛮轻松的 而且打了十一 其实他打你的点 说你看了牌很有抗拒 我是看不到你 但是我认为他底牌是个狼人 应该不会这样子 打你一张好人牌 所以我觉得四也偏好 你十一有可能是个狼 不是我验你是保护你 而不是打你是个狼 因为你的发言天天 左边推推右边推推 我认为十二号玩家不是个狼 因为前面他是我的狼队友 所以为什么呢 我紧下跟你们说 我本来想十一一顺验的 真的想十一一顺验的 居然签之后没有人汗跳 根本就没有道理再吃夜女一了 你一在这个位置 我如果认为十二是个好人 你就是个汗跳味 有什么好弄的呢 到现在还不退水 快点退水 不要跳了 跳不过的 真的 你前面狼牌发言发成这样 本轮在汗跳何必呢 第一天把自己弄出去 要不你不要自爆让我归 我说不定也归不对人的 对吧 当然三号玩家在就没事 我希望三号玩家是个平民 底牌是个平民 你们不刀他 他轮轮带队 两三天以后游戏就结束了 景辉都十一吧 一跟十二都不弄了 十二我认为 有一个小小的场外 我认为他是个好人 有可能啊 他汗跳就没有办法 对吧 先十一 如果上帝你真的要进六 六确定不能发言 那么只能验六 第一天八就表水吧 一八就里面出一张牌 帮我出局吧 一十二汗跳会出你 八是打我精髓 我那发言也不是很好 好吧 景辉都就是十一六 所以验六 不是啊 六你能发言的 我就不验你了 我就十一五了 就换人 六不能发言 就十一六 对吧 因为不发言的牌 单看手势 我不知道他是狼还是好人 万一是个好人 我第一天把他推出去 他游戏天也不是很好 前面就是因为 你老是手刀 所以不捣你的 好吧 景辉留 十一六 六不能发言 十一五 三精水 我是个预言家 好吧 过了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有话说吗 那你等一会儿好吗 我有三分钟 不是啊 这个游戏 你第一验 不应该验六吗 六告诉你 我上来就想打三的 三是你的精髓 六你总共吃你第一验了 你第一验 怎么可能外注 会先到十一呢 因为四是我认景上的好人 排前之二 最怪是七 七说三六里面 一定要除一匪 就七说的 我认为三六有匪的 那么你认为三六有匪 后置有一张起跳的 那你认为三六有匪 你认为四一定是个好人 四在这个位置说 十一不好 那么在你视野中 是不是默认十一也不好呢 所以子言的发言 我没有听懂 八也蛮奇怪 八起来就对三一顿门锤 但是他对七不感兴趣的 他只字没有聊过这个七 十就去发了三一个精髓 十说我发了三精髓 八你要打三 我来验你八 那么六是什么呢 六是景上第一个 听完三发言 就要去打他的人 六说我来干四 但是其实我是想干三的 那见于你四号玩家 对我不尊重 你说我长得美你好看 所以他跟你妈和你 对话了很长时间 对吗 这是六号玩家上井的主题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验 第一验去验这个六 去验十一干嘛 十一听听发言就可以了 是这个道理吧 他是个好人 都没有出去 无所谓了 我这不发言了 让你一发发言了 因为我这段发言 就是希望大家能把我认下来 我底牌是个好人 其实他也没什么 我把十聊的不好点说了 当然我也没有打死他 因为十还存在语言加面的 至少他去给前置发过言的三 一张很有争议性的牌 发了一张精髓 那么我认为他底牌 如果是个狼人 没有必要这么做 也是存在 也是存在语言加面的 那我听听你一的发言 好吗 无所谓的 所以你一发言 发完之后 井下我再战边 我底牌是个好人 过来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不是语言加 但我要发言 十二号玩家退选 你们要都退 那就都退 退了无所谓 你们有人刚在井上 那我就继续发言 反正王宝宝 他肯定不退的 待会你唯一语言加 他也跟你刚 他就刚在井上跟你要井会 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我不是准备汗跳的 我是个狼 我这把我也不汗跳 上把就发了两轮言 就死了 傻子才在这个桌上汗跳 第一圈的时候 三个狼同伴说 都趴紧下 趴紧下 被查查就自爆 我说不怕不怕 好不容易来这里玩一次 还不让我说话了 上来汗跳 不是还好吗 对吗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可能是个狼 你说因为什么场外 把他保了 在他视角里只有十一张牌 跳了一张预言加 那他认为是不是 在他是个好人 他觉得一号玩家 可能会跳预言加 他就过 他前周围点评 有什么好点评的呢 对吗 他说那么多 到最后你觉得谁是狼了吗 你也没有觉得谁是狼 我底牌是个好人 我希望我通过这轮的发言 能让你把我认下来 不用浪费一轮井归流 六号玩家 你退谁我就退了 反正我就看你行动 好吗 没事 三号玩家是精神 我是跟你说实话 我觉得井上如果开狼 就一张十二 其他我觉得 还有可能是个八 就我觉得十二八开狼 因为前之位 他们都发出了狼人 不太能发出来的言 十一号玩家自爆 昨天晚上平安夜 八号玩家警告一次 昨天晚上平安夜 各位玩家天黑请闭 天亮了 十号玩家自动当选警长 现井上只有一个人了 昨天晚上三号玩家死亡 没有一眼 请警长决定从死左或死右 二号四开发言 四号玩家请发言 看我干嘛 你要先走了 你要接茶茶了 本名 七四六吧 我不知道因为你说什么 因为他没有机会发布发言了 我不知道 因为总归五六了 我希望十六 但我又可以比六多玩一款了 井上 井上我觉得八和十二不好 因为扒起来第一是垂着这个三 第二是我觉得八卦身份肯定 因为你井上听了一圈表情那么严肃 然后你起来乌里玛里排了一堆 也没有去排一些什么逻辑 而且都是在尬聊 所以我觉得扒起来的状态不好 十二怎么讲呢 就如这个一所说 我认为一这盘可能适合好人 我觉得十二仅上八和十二吧 如果还有这个六 那这样的话可能井下就开一了 井下是二 九 十一 十一自爆了 好像早期了 六八十二十一啊 好好发言 不行跳个身份嘛 对吗 过来 五号人家请发言 六说要死保十一 现在他的井会流是先十一后六 要么就是我五 我底白是个好人 估计他的燕了你六 这边发言 估计燕了你六 看他报完 因为我觉得你井上跟这样子十一 说死保要狂打这张 四 我觉得打得有点太凶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打 那四号已经点出十一是屁狼 那四号就是一个好人 如果你六验出来十张精髓的话 那八就出问题了 如果六是张好人的话 那八有可能就是个好 因为六八不见面的两张牌 因为六八肯定会开狼 其他没什么了 十二一啊 如果你井上只有你一张预言加十二 如果十张狼牌应该会跳了吧 一我就不知道 我觉得十二好像是张好人牌 十二是张好人牌 六八出一狼四保了 你十是愿家 其他没什么了 二不知道 我底白是个好人 过来 六号玩家请发言 你们两个还是两个好人啊 景辉留都不留 我先帮你留景辉留 先验三再验十一吧 先三后十一 六号玩家查查 你们两个是好人啊 会不会玩狼人杀的 景辉留验谁啊 蒙呗 祝你验到狼人 祝你验到狼人 就验帮你留一个五 那五验出来是个狼你给谁啊 吃掉 就这么留了 哎呦 焦急啊 景辉留不留你 这样吧 五验出来是个狼 给八嘛 八号玩家管理全场嘛 妹妹 我跟你商量一下 能不能早点自暴呢 当一号玩家说 他不是冤家的时候 你就自暴行不行呢 对不对 以后就抓紧 对吧 考虑一下 能不能快一点 对不对 看什么啦 干嘛 我让七号玩家发言 帮你留个景辉留好不好 这两个前面两个能是好人的 四号玩家 五号玩家 验 多验点 景辉撕掉 就验五 我帮你留个景辉留 你本来的景辉留是谁啊 六号玩家打手势不打手势 不是呀 我们两个都进景辉留 他又不会归我们的了 我说不知道呀 我打个手势 他怎么不能把我归了吧 我就说 对对对对过了 你是景辉留 他大概率是归到好人的了 笑什么了 嘿 我也不过 我就在那边磨蹭 你知道他景辉留验谁吗 你不会昨天晚上没验我 验到五茶沙吧 我是个愿家 第一天没验人 三沙你也是 说好跳你又不跳 别怂啊 好不好 哎 龙龙倒勾有用吧 打我 我们不是说好一起搞三 你先露 后面我就跟上了 龙龙 也把我 哎 龙龙也说景辉要保我的呀 他说如果我说清楚十一 为什么保十一 一山不容二胡 我肯定是公的 三一定是母的 对不对 哦 真的脏 我是极力主张晚上不要砍山的 但是他们硬要砍山 我也不知道三砍出去是个什么 应该不太会 我是觉得女巫应该还在场上 女巫你加油读个枪呗 真的有可能我们再不砍石的 反正他只能 景辉流也没有 他轮轮只能紧左紧右 说不离弃什么 要么等会先把十二砍了 让你紧左紧右 好 时间怎么还没到 还有三十秒都没提醒 再看看插插面下 丑 我操滚开 猫猫挺帅的 一就不评价了 十二 九 九让我看看那个头颈部以下 不让看不到就砍你 八号玩家 七 这不是不会是个女巫吧 好了多句不说了 好吧 景辉流 三号玩家 帮你我留一个唯一景辉流 先验三 后验十一 我都站起来 我不自暴干嘛 我跳个景下 原家你信吗 做做身份 做做身份 子言还是社会 社会言 好不好 哎呦三号玩家一出局 你们好人马 马上打他不可开交了 你都是他妈抗腿 过了 好了你自暴了吗宝宝 对吧 好六号玩家自暴 各位玩家天黑请闭眼 看我一眼 景辉撕掉 本区游戏 没有警长 现在是十七分 从五号玩家开始发言 你不是看着我干嘛 他不是燕六查杀吗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底白是个好人呀 那龙哥八号是个好人 那井上只有你这张一 因为我觉得十二像一个好人 如果他是皮狼的话 应该会汗跳了 所以我觉得八十二是两个好人 如果井上还要出狼的话 因为四是严重打了这张十一 所以我觉得四是个好人 这张六自暴 是皮狼呀 他说的井会六是先十一给我的 他没有验我说明 验了一皮狼 他没什么 就打打一 井上的话可能是这张一 井下的话二九 因为基本上都死得差不多了 他没了 我底白是个好人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有可能是验的这个五 因为十号牌的原话是什么 十号牌原话是去自爆 去自爆 想做的是哪张牌身份呢 是不是有可能是这个五 觉得有可能是这个五 好 我觉得五应该是张狼牌 因为从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 发言有点虚 那六一直是一张狼牌 十一是一张狼牌 我认为五可能是张狼牌 有就是 对十一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然后 我觉得六当时的发言有点牵强 但我当时也没有分清三六里面 我只是有直觉他们俩会开狼 那还有一张狼牌 还有一张狼牌 我觉得四 十一这个位置自爆 四应该是一张好人牌 井上十二一八 我觉得一 十二八 可能还要开张狼牌 我觉得一不太像 一虽然到最后都没有去退水啊 一不太像 十二和八里面可能会开狼 听一发言 我觉得十二那个位置 的确有一点啊 你十二那个位置 井上只有一张原家 就是 只有一张十跳出来 对不对 你在这个位置井后 仅仅只剩一张一号牌 你完全就是你的视角中 像一号牌这张牌是不存在一样 你完全没有看到他 所以我觉得十二 我不知道是你自己 没有去注意到这点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有点奇怪 我觉得五应该是张查一下 好吧 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警惠如十五吗 帮我回忆一下 我根本就没怎么听 看什么警惠警惠 我本来以为他 是张汉跳两人牌 没想到竟然是张 唯一预言家 而且那个位置三号倒牌了 四五没有去想 十号为什么不倒牌 我还以为井下有预言家呢 你们怎么 确实你们比我高配 当三号倒牌的时候 我本来反而我要施警惠了 狼是不是蠢啊 当然了王宝宝 自爆了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对吧 那一定是王宝宝带出来的 什么狗屁战术 你能帮我解释一下吧 这个战术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我知道 三四张女巫牌 他们先刀女巫 再到预言家 为了让女巫们毒 对吧 目前局势 因为今天还没有双死嘛 那三号 有可能是让女巫牌出去的 那你们自不去刀了这个山 再刀了这个十部 警惠都没有嘛 对不对 那警惠都留不出来 所以不知道 这个王宝宝带出来的狼队 到底在玩什么 有什么意义和战呢 发言阶段二号状态好像挺好的 五是警惠吗 是警惠总归 不是警惠啊 或者帮我回忆一下 反正他肯定留了两个警惠都了 确实我听到 我依师记得他说 如果六能发言 我就 一言六 五能发言 我怎么怎么样 后面帮我回一下 帮我回一下 啊 胸这么大总得有点用吧 好吗 总得有点用吧 目前是 储存 储存最多记忆的地方 要释放出来好吗 告诉我 警惠到底是什么 他验 他肯定是验茶沙嘛 双茶沙嘛 双茶沙嘛 双茶沙才会是警惠嘛 验哥 如果昨天晚上他验的是精水牌 他一定把警惠给那精水牌 所以验的一定是个茶沙牌 好吧 我真的是一张好人牌 我都说了 一公一母嘛 我说六当中出一狼 那唯一愿家给三精水 那六不是狼是什么嘛 对不对 我不是说 我认同六号什么保十一号 我说六号你一定带身份 你实际上狼牌知道十一 不在你狼队上 你保十一嘛 还有个逻辑就是 你们是狼队友 所以你保十一狼队友 对吧 我那时候就对十一 我说你解释清楚什么新的历程 但是他这种人编不出什么新的历程 无非跟你讲讲狂是笑话 霍志文我还要打狼 我还要打狼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我现在不打 待会可能就没智慧打了 后面就一锤一帮着 在打我了 首先肯定跟我没有任何轮次 因为只要你们回忆出 他的颈灰流是什么 我们就安全了 对不对 我希望霍志文能够保下张牌 我最后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 11号自曝 他一定要听十二一发言的 你别点头 别点头 他有可能等他的狼队友起不起跳 也有可能他们狼队打好多事 都思乱不上井 好吗 说实话 十二跟一 可能一身份比你十二高 因为最后十秒钟 因为法官宣布是单死的情况下 你长输了一口气 因为有可能是你带刀也到刀三的 好吗 这个动作被我捕捉到了 过了 十号 九号玩家请发言 是这样子的 井上这张十的发言是说 一八 如果第一天没有人跟他焊跳 他会出一或者出八 因为他觉得一是那个焊跳位 他觉得八前就会打他的精水 所以我觉得一八两张牌我想先放一放 因为我觉得如果一八出狼 这个十一就不会去自爆 因为他们没有连爆两爆 去闷掉他这个井灰 对吧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 就你们要回 因为我还等着你们前车 会跟我回一井灰流呢 要我回一井灰流 做梦 总共让后之为的是回一了 对吗 因为我也不太记得 因为我觉得七蛮像好人的 因为我是这个七第一个点出来说 是什么六不能发言厌五 六能发言厌六 所以他自爆了 他一定尊重自己井灰流 先去验这个六 我感觉 因为六不是帮他留了个井灰流吗 但我感觉 这个十如果是个 而不是 十是个预言家 我如果知道这个六是个狼 我肯定不会去听他的井灰 帮我留的井灰流去验人的 所以我 如果是按照他前面说的井灰流的话 我今天应该会出这个 而且我觉得你无聊的不是很好 就你第一个发言 你就说肯定没有验我 怎么怎么样 这没用的呀 我以前摸老人牌被验了 我也这样说的 但是那个叫什么 你要编出一个心路历程 说他没有验你 因为六留了井灰 其实我们都不太记得 这个六的井灰流 留了什么 你可以说六帮他留了个井灰流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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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验谁谁 对吧 就没有验到你 所以我觉得我前出位发言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有点像 我觉得像张狼人牌 那 因为你八点了十二 我觉得你十二有一点不好 是因为 让我想想十二 你八点了十二 因为我说了我先放下一八 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一是个狼 一就自爆嘛 他反正他在井上 他也藏不住一个汗条 我一定是可能推的一张牌 那他去跳一跳 或者说他就直接自爆闷井灰 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轮不到外之位 去给他验到这张六号牌 对吧 所以我觉得一应该是一个 一应该是个好人 那一是个好人 井上是谁呢 井上我们来回忆一下 一三 一三四 一三四 五在井上吧 一三四六七八 十 十二 那我觉得 那跟他 如果有可能跟他汗跳 是谁呢 我觉得一是个好人 因为你十二 你其实不太想占边这个十 但你底牌如果是个狼 这个一不是你的狼同伴的话 你说你不占边这个十 也 不知道 你因为你井上 你其实是不想 你觉得这个十 点出了他发言不好的地方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在为康特他做准备 如果我觉得十二 如果十二是个狼 我觉得一 还是有可能是个狼 但是我现在感觉这个一 因为我没听过这个一发言 就 我觉得就是 因为狼人自不自爆 还是根据他自己的心 陆地神去选择的 所以不能因为这个一不自爆 他就不一定是个狼 就我觉得 暂且因为 他自爆的收益最大 他没有自爆 我愿意先把他当半个好人来打 就这个一号牌 但我觉得 发言时间还有三十秒 自爆的两狼 那场上也就两狼 场上就两狼 这个五到底是不是狼的 我听听十二一的发言吧 如果十二一发言都还 是结束了吗 发言时间结束了吗 就是如果十二一 聊得像好人 我觉得今天就出这个五吧 因为我感觉你们所有人的视角 也都没有这个二 就怪怪的 就从来 就没什么人聊过这个二 请注意发言时间 六总会是个狼 天后之位发言吧 好 我暂且想出这个五过 十二号玩家请发言 今天初五晚上独私游戏结束 七纯粹是因为你晚上拿面具的手势救了你 所以你底牌是个好人 八是个好人 因为八在那个位置还要去打我十二的 一听了我的发言就一定不会扛推我 十一的自爆点是因为要听完一发言之后 十一再自爆 他不确定十一有没有可能做成一张预言家 他还能认识个一 一就一定是个好人 你们还想推一 谁推得动呢 九是我的一张饮水牌 听了他这样的发言 东打打西打打 不可能是一张自刀狼人牌 这个位置我就放掉了 七就一定是个好人 二前面六说有没有警惠啊 警惠落地了 二在那里笑 他是个狼人 做得出这样的动作就一定做不出 所以我告诉你 你对我持保留意见 本轮游戏不能出 我告诉你我是个女巫 今天晚上我会用读四号玩家这个行动来证明给你看我底牌是个女巫 为什么呢 因为四号玩家起身翻去点了十一 十一自爆了 吴起身说四就一定是个好人吧 因为把十一点爆了 那后之位七八两张牌 七保了四 七十个好人 八你打呀 十二你打呀 一张牌你总观放了吧 一根十二一定不共编的 你认为警惠如果出三匪 警下一定出一匪的 十一是警下的匪徒 警上外之位还出两匪来 二不进你是也全场没有人打 还能是个狼人吗 十的警惠流是先十一后五 如果六是被禁言了 我再去验这个六 所以五是十一的十的警惠流 今天投这张五号牌 你底牌只能是个狼人 晚上我读你四号牌自证身份 所以也就没有用 你陈迪威去跳个女巫 跳个女巫晚上我们就对读 就好了 是这个道理吧 我底牌是张女巫 九是我的饮水 听了九的发言 他就一定不可能是个字刀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龙哥没有关系的 你这样看着我 我知道你在质疑我 你可以压手 但你不可以投女巫 好吗 我底牌是个女巫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因为七警商发言很奇怪 我认为四在那位置点了十一 十一坐我旁边 我看看十一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我把四认下来了 七在这个位置 说三六里面一定开一飞 他去 他也认可了这个四 但他没有去点这个十一 这是我警商发言 我说你七奇怪 本论尤其我底牌是个狼 我就一定找你七抗推 而不会在这个位置 把你七保下来 且我说了保你七的心路历程 我认为三三就听得懂我的发言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我底牌是个女巫 今天请你五号出局 晚上我读四号自证身份 随便你们 随便 你们要推我 认为我是个狼 外之外一定有我的一个狼同伴 我是一张疑似女巫牌 今天你们一定投不到我 你们外之外去找我 另外一个狼同伴 那么我告诉你明天起来 无所谓 你们今天晚上随便扛推谁 明天起来 晚上我把四号读掉 起来我就推你五 只要我活着我推你五 我死了你五号出局 简单吧 我就瞄准你张四号牌就可以了 我就读你四 请注意发言时间 过来 一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狼人杀这个游戏 真的是与时俱进 四号玩家和六号玩家 在井上一个伯母 一个妈妈 不是 那你十二号玩家 你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读四 那四后就会跳个白痴 跳个枪怎么办呢 我觉得你这个女巫就 不是说我真的认不下来 你说初五我是同意的 初五我一定是同意的 你一定要读四 你可以再听一听 四号玩家的发言吗 至少他在井上那一波 什么你三号玩家 就想收个礼物啊 什么我觉得滑水滑的挺好的 这就是面纱的魅力所在吧 对吧 因为你说七号玩家 面具没有动 七号玩家就是好人 八号玩家就是好人 九号玩家是你饮水饱了 一号玩家一定能听得懂你的发言 所以我是好人 我真的听不懂 这里面有什么逻辑关系在里面 真的听不懂 有什么逻辑关系在里面 所以我建立不起逻辑面 但你说你是女巫 那我就把你同一个女巫打 大不了我压手 但我觉得可以初五 因为六号玩家说 六号玩家认了一个狼 让石去验舞 对吗 那石如果是个预言家 他大概率会去验舞 如果验出来你是个好人 他就把井辉给你 告诉大家你是个好人 六号玩家在胡掰 对吗 那你说十号玩家撕了井辉 他一共验了三天人啊 第一天是三斤水 后面两天没有了 对吗 总归是验了两个茶沙了 现在我不知道三号玩家 是不是女巫走的 反正前只会没人跳女巫 反正明天一定要双死 你别什么同刀同毒 反正在我这里一定是行不通的 对吗 我在天天后这会发言吧 我觉得投五我觉得能投 十二跟一在井上怎么啦 他也没跳我也没跳 你就保十二不保我 我就坏一点哪 就是十二那个位置是个狼 他就跳了 那我一是个狼我也跳了呀 对吗 你就保十二不保一 哎我最近真的好猜啊 我真的听不懂这个女巫建立起的逻辑面 他说五一定是个狼 那五是狼同意 那为什么一定就要独四呢 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让我进步进步 最近真的猜的离谱 好吗 我听听后这位发言 投五我是能投的 其他人我可能投不上去 因为七八九我觉得都还挺像好人的 好吗 那我井上又说八跟十二里面可能开了 那我又全部打错了 怎么不拿我做抗推呢 真的奇怪 猫猫你发发言吧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十二是张女巫牌啊 因为生前那个十保了十二 对不对 十二完全可以用十的发言去做身份 不算来跳唱带斗的女巫 初五啊 初五没关系啊 我不知道这个十是怎么验人的 要么验了五 对吧 因为以我的裸脚 因为五是有可能的 对吧 初五没关系 但是有没有想过 他既然把十二保了 会不会去验一了呢 对吧 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预言家发言非常的清晰 十二 场外我保了 是不是这个预言家的发言 他死了 那他是一张好人牌 他保了十二就一定不会去验十二 那现在十二又是可以自争身份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质疑一张十二好玩家 对吧 反正你看着读 对吧 我觉得初五没问题 因为还有一个他不是一张狼人的面 跳了女巫 他还要去扛推舞 那五十二双狼 十二说五是我银水 你们谁都不许动 那才是有狼面 对吧 他去说九十一张银水盘 我听九都发言 还是盘了双边逻辑的 那我信九十一张好人盘 那九十二双好人 四八你要保 因为保八我有我的想法 因为第一天三和八都是要六号玩家禁言的 那已知六是一张狼牌 三八还会做这种场外吗 那已知三一定十张好人 那八就十张好人 一张狼牌对着自己同派说 我靠你快禁言快禁言 那我就八是可以保 其实我不知道你怎么保的 反正没什么位置了 对吧 我的狼科会就四五一 我觉得一号玩家 不知道你这个发言 因为十二你可以放下他 因为你知你是女王 一在井上发言说十二十张狼牌 我听得清清楚楚的 你告诉我十二十张狼牌 十二现在跳女巫 对吧 你一的配置是听 不会听错十二的身份 没关系 今天不是十二的一的论词 对吧 我不是张女巫牌 那我张平平牌 那我也觉得 嗯 初五没关系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四四四四 啊 四号玩家请发言 啊 你初五读二吧 好好用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认为 一号玩家在那边的发言像个好人 因为他还要确定 因为是个狼牌 他就顺着你说 我随便你想一度 你想独睡独睡 他要去保我 四号人 因为十二号玩家 做不起张女巫的心态 因为五是张狼牌 十二在这个位置 如果他是个狼 他起来一定会保这个五 对吧 就他跳个女巫 第二天如果没有双死 就没有任何的收益 所以他应该是张好人牌 因为他如果是个狼 他这轮次起来 他一定是要救这个五 对吧 所以十二是张女巫牌 九号玩家是张饮水牌 因为我本来想打这个八 七一定保 因为为什么呢 三六要开狼 然后后面紧 后面就他在这个位置 我认为他是个狼 没有必要去打 三六一定要去开狼 这个逻辑 且他说了为什么 我不认为他是个狼 他会去编出 这么一个心路历程 去打三六开狼 所以他是个 我认为他是个好人的 一个视角 八十张 我是张普通催命牌 我先跟你说 九十张饮水牌 紧上 因为我这个位置 我听完十二和一的发言 我就在想紧上 那张狼牌是谁 我当时以为是八号牌 但我认为八和二里边 二的发言 第二轮的发言 我认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二的发言 给我的感觉 他还要去抗推这张一 他跟我们说 一的发言 不是很好 反正你刚刚说了 说了这个一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说什么 让这个十二 什么今天五出局了以后 第二天起来 还要去推这个一的 当时二号 二号玩家给我的这个感觉 对吧 你保了七保了八 然后你要打一四 五 对吗 我一点忘记了 你当时有个点很怪 有时候记性真的不大好 有个点就真的很怪 让我的感觉就是 你还要去打 抗推这张一的 怎么说 你说什么一和十二 在紧上的时候 这个十一号玩家 怎么样的 就反正你说什么一 在这个位子 反正跳不跳的 反正我忘记了 一和十二 十二是张女巫 因为我当时觉得 十一号玩家在这里自爆 我自己都没有说 我自己是个铁好人 是狼告诉你们的 十二号玩家 你是张女巫牌 我告诉你 首先第一点你说 因为我是个狼 叫五号玩家 为什么我是个狼 因为五号玩家 说了四十个好人 因为是不是 五是个狼 在你的视角里边 我是他视角里边 那张名号人牌 他这个位子 是不是可以拉我的票 或者说他就是一张 报对信息的牌呢 因为狼知道谁是好人 他就说四十个好人 第二点 你说全场没有人聊 这个二 因为首先二 从头到尾没有发过言 这个五在这个位子 没有聊这个二 因为二是他的狼同伴 是吗 然后全场 有什么必要去聊这个二呢 二又没有发过言 你就因为这个把二保了吗 我是没有办法放下二的 我认为最后一张狼 二八里边开 从发言上来说 我认为二最像的张狼牌 你自己去选读 我也不止你读 你不要读我 但我告诉你我是个普通村民 好吗 JYC的女巫真的是有读 你在这位子 怎么会想到读我的呢 你就因为五的发言 就这样保了我 你就要读我 好吗 今天先出五 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准备投票 三 二 一 一号投给二号 五号玩家弃票 其所玩家投给五号 五号玩家出局 请留一言 我男是张狼 你承认了 但是呢 我是没那么简单的 哈哈 一言结束 各位玩家 天黑请闭眼 龙哥睡着 龙哥睡着了咋办 四号玩家是最后一狼 被牛读了 本局游戏四张狼人排为 四号五号六号十一号 十二号女巫 十号预言家 二号恋人 九号白痴 二号产未有 一号产人 五号花 五号 一号漂亮 五号泳 五号 一号 五号 五号 俄 一号 五号 七号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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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